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1月12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在信仰旅途中 我们是否常常彼此鼓励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互相劝勉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西伯来人书第三章第七至十四节 弟兄们 圣神有话说 今天你们如果听从祂的声音 不要再心硬了 像在叛乱之时 像在旷野中试探的那一天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已考验试探了我 虽然见了我的作为 共四十年之久 所以 我厌恶了那一世代 说 他们心中时常迷惑 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 所以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小心 免得你们中 有人起背信的恶心 背离生活的天主 反之 只要还有今天在 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 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 而硬了心 因为 我们已成了有份于基督的人 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怀有的信心 坚定不移 直到最后 感谢天主的圣言 我们有时候 也会碰到信德冷淡的教友 他们对天主没有热情 对教会的教导也不理睬 觉得信仰生活又古板又麻烦 也许 他们就是今天经文中提到 背信和恶心 怀恶的心 的人 因为信仰没有坚实的基础 他们在生活中所做的行动和决定 受到信仰之外的各种意识形态指导 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孙 朋友或弟兄姐妹 看到他们没有活出他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会有什么心情 反应或行动呢 与其只是埋怨和叹气 今天耶稣 今天耶稣邀请我们去行动 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 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 在信仰的道路上 团体间彼此支持 彼此劝勉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基督徒就像一块烧红的木炭 若离开群体 很快地就会冷却 熄灭 但如果许多木炭堆在一起 便能一起长久地发出美丽的火焰 我们应该设法创造一个健康 正面的信仰环境 让他们的信仰在团体中受劝勉 为此 我们必须为他们立下好榜样 如果他们在我们生命中看到实时祈祷 事事寻求天主的旨意 因信赖他而活得比一般人有爱德 节制 包容 感恩 喜乐等美德 他们便自然地会向天主开放 相反的 如果我们在团体中的行动言语 是充满纷争 八卦 敌对 他们也自然地会因为我们是伪善的人 而对我们的天主产生怀疑和不信任 请品尝圣言 只要还有今天在 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你的言行举止 是否会让人看到天主的好 还是看到教会的软弱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当我因说话或行为不一致 让家人怀疑你的善事 请你宽恕 阿们 这每日上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保存着起初的信心 常常彼此鼓励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